中国政府今年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变化,影响了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广泛行业 科技领域是改革的重点之一,中国正在限制企业可以从用户收集哪些数据以及数据的储存方式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在去年11月1日生效后的第二天,咬妇公司宣布将不在中国提供服务 理由是该公司说中国日益具有挑战性的商业和法律环境 中国还要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平台远来使用有使用户花钱 或使用会破坏公共秩序的软件 虽然西亚多等了一些政府鼓励使用加密货币 但中国已经将所有与加密货币有关的业务定为非法 并警告国民说使用加密货币在中国境外的交易亦将被视为违法 专家表示中国大型加密货币矿场,例如比特币和以太坊已经将他们的高性能服务器搬到国外 中国当局越来越担心年轻人沉迷于电子游戏,当年尼斯图对抗游戏的影响 现在监管机构宣布为18岁以下的玩家设置时间限制 年轻人只能在星期五、六、日晚上8点玩到9点 负责执行规则的是游戏公司而不是父母 在更广泛的娱乐行业,中国当局要求广播机构拒续用当局认为政治立场不正确的艺人 并限制给明星的报酬 中国一直试图以禁止发布人气榜和规范向粉丝出售名人商品 去解决名人粉丝文化出现的问题 这些娱乐业改革的结果之一是 中国国外的电影制作人正在缩减在潜在利益丰厚的中国市场上的项目 监管机构制定了多项有关儿童的福利法 包括禁止互联网公司向未成年的人宣传令人上瘾的产品和服务 学校现在要避免向学生发放过多功课 补习社必须注册为非盈利机构 同时亦被禁止从外国实体囚集资金 就像中文在一边 出现的 方案 即使用三号研究音 进入中文字幕字幕提供 进入中文字幕提供 进入中文字幕展遠出 在适案中文字幕提供 进入中文字幕提供